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入门的秉儿 是父亲邱创焕 在民国78年 出任台湾省主席所提的字 首次出席活动 能走过父亲走的路 让邱佩玲相当感动 第一次参加 最主要是老大公庙前面的四个字 是我父亲在省主席的时候写的 我觉得特别有缘分 而且很感恩 我觉得这么重大的日子 我父亲一定跟我在一起的 看到他的字呈现 我在这里参加这个仪式 希望这一切都顺利圆满 副市长邱佩玲表示 一年度的金融中元季正式展开 从农历6月29号的开灯夜 到7月1日的开开门 接下来祖谱坛开灯 迎接水灯头 即放水灯仪式 任劳非凡 欢迎台湾民众 一起来参加这项盛事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 这些人应该给了 离宁人一切都远 从来